你看看觉得我这么的优秀 我样样都已经达到第一名了 我总该胜出了吧 你错了 射手男挑选的不是最优秀的 他挑选的是 超级会说甜言蜜语 超级会用肢体暗示 这个射手男超级会撩 把人撩得不要不要之后 却发现他喜欢的未必是你 不要忘记了 射手男是变动星座 所有的变动星座都有两面性哦 既随性又严肃 看似搞笑 其实又很真实 认识射手男 一定要认识他的A面跟B面 射手的A面呢 就是随性自打又冲动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一个射手男对你非常的亲切 看起来很感兴趣的样子 每天上班都来问候你 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这样把你的头发都给揉乱了 让你小鹿也跟着乱撞 或者是很迷惑 是不是他对我有兴趣 没错 这些射手男在发生感情之前 就有很多令人产生误会的肢体动作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射手的B面 射手的B面呢是非常严肃 所以当他发现你对他很感兴趣的时候 他的B面就开始评估就开始旋转了 我们在一起会好吗 你会对我满意吗 我以后能不能好好的照顾你呢 这都是当时他脑中会想起非常务实的考量 当他心里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你 他就只好默默的飘离 或者是装作不知道了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以为你跟射手男是互相喜欢 结果主动告白之后却被拒绝的原因了 如果射手男思考之后觉得你是他要选择的人 那么他会有几个征兆哦 当然了我们可能平常就享受到他非常多的照顾了 可是能不能照顾到无微不至呢 我必须说射手男细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细心 已经到了你不可思议的地步 比如说你如果身体不好 他会熬汤给你喝的那一种 那如果他有照顾到你这种程度 那表示他对你的体贴已经是无与伦比了 主动跟你报备行程 请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一个射手男愿意主动放弃他的自由 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哦 把你带进他的生活圈 认识很重要的人 如果一个射手愿意跟你公开晒恩爱 那你就闻了啦 因为他等于在招告天下 其他人都不要来招惹我了 或者他愿意让你知道他住在哪里 这也都是不得了的大事 不要忘记了 如果射手男不对你认真 他是随时准备落跑的状态 怎么可能让你知道他住在哪里 怎么可能让你知道他的朋友 是谁呢 所以一旦他把朋友介绍给你认识 就是在字阶底戏 这就是真诚的证明 但如果一个射手座已经做足了 上面的所有动作 但是依然迟迟的不告白 那原因又是什么呢 是的 他还在考虑要不要投降 因为他知道他一旦投降 就会非常的乖顺 所以自由还是不自由 自由还是不自由 他正在栅栏前面思考 他很可能还有诸多还不错条件 或者都是他觉得很不错的对象 所以他还在想我最需要的是谁呢 那如果遇到还在观望组 不要催他 这个时候越逼他跑得越快 越能够放松放手的人 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好舒服哦 反而你会中选哦 缺乏安全感 缺乏安全感就是来自于 我们刚刚说的 非常深层的害怕跟自卑 他很担心是被你嫌弃的 尤其是越重视越害怕 所以他不敢告白 也许也是因为太担心的缘故哦 你可能要再给他多一点安全感 或者是让他明白你对他的重要性 射手男的眼光 跟我们平常人的眼光不太一样 你可能觉得我这么的优秀 我样样都已经达到第一名了 我总该胜出了吧 你错了 射手男挑选的不是最优秀的 他挑选的是他最需要的 以床上功夫来说 射手和天蝎座比较有口碑 哦 你这样把母羊座放在哪里呢 口碑大家都有好吗 但是因为射手 因为是人马座嘛 大家就觉得马的下半身蛮厉害的 在性方面 你要跟天蝎座做比较的话 我觉得天蝎座是细腻的服务 我们在交往啊 他说那我们也只是交往 那我要跟你分手 他会说那就习听尊便 所以你无法跟 觉得自己还没有被捆绑的射手座 有这个信念的射手座 抗衡这件事情 那如果他相信自己可以这样 就可以这样 好的 射手男就是这么的无聊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心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